受伤的士兵没有意识 从恒春基督教医院 转送屏东方寮医院 但状况危急 军方还从高雄802 送来叶克摩 状况仍旧没稳定 军方将全信士兵 从方寮医院再转送高雄抢救 医护人员小心翼翼的 把叶克摩装置 从救护车上移下来 士兵的家人 焦急了从南投赶来高雄 在这之前 先被送到802的是奖姓下士 身上还穿着迷彩服 受伤的两位官兵 是陆军第八军团 装甲564旅 21号早上执行三军 连训基地战车鉴定作业 CM11战车炮塔稳定系统异常 奖姓士官被炮管打伤 控制室内的士兵遭炮尾环撞击 事官腹部挫伤 权姓士兵较严重 胸部背部有明显的伤势 必须用叶克摩维持生命真相 是炮身不正常的运动 战车是禁止的 禁止的所谓不正常运动 是指哪一个部分 就是炮管的部分 军方说当时战车是禁止的 那就令人想不透 为何炮管会突然起作用 在那个CM11由于它本身是射购信手 它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先预做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试的时候 它其实本身它在里面 是可以借由瞄准手的按钮 把它中止的 CM11因为涉及精准度高 还是我国主力战车 巧合的是 这一次发生意外的战车 跟六年前翻覆坠息 造成私人死亡的战车 疑似是同一辆 而命为了全新士兵24岁 今年4月入伍 8月初就要退伍了 却在执行战车保养遭到重疾 还在跟死神搏斗 TVBS新闻 洪富华 爱招行人张丽霖 台北高雄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